我是一鸣,今年24岁,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大学生 那我想先感谢一下ITM给我今晚这个机会来做一个我的产品见证的分享 那一直以来呢,我都有在吃营养免疫学的浓缩食品 所以我是非常相信营养免疫学的 更是陈导辈博士的忠实粉丝 那当那个一环球产品刚推出的时候 我并没有说是特别的去留意 因为我就认为说是跟那个之前的浓缩食品是应该是大同小异的 可是开始我就开始慢慢看到我的Facebook上面 就开始越来越多人分享吃了一环球产品过后的见证 那这个时候就真的开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就在想到底一环球的魅力所在 然后大家都为这些产品而为之疯狂 所以呢我就开始跟我自己说是不是要试一试 那我就买了我自己的第一盒练美来试试看 那一开始吃练美的时候呢 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变化 可是我知道体验产品至少要90天以上 来让你的细胞进行调整 所以我就继续吃了第二盒 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的月室就来得非常的无声无息 就是完全的任何的疼痛感觉也没有 那虽然之前呢我也是就是不会像其他女生一样 有些会痛到在床上滚 或者是说他们会请病假 然后在家里休息的 那我还是会有一些些的疼痛还有不舒服 那这间接的影响了我在上课的时候还有打工时候的表现 可是自从我喝了练美之后 这些问题都完全解决了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兴奋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来月室的时间是非常超级的准时 我再也不用去担心说 我的月室会不会穿肩提早个几天 或者是延后个几天 然后突然间报到让我措手不及 而且我还得到一点点的小收获就是 因为在天气干燥的时候 我的鼻子这里就常常会脱皮 然后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会更严重 可是喝了练美之后呢 我的这些情况都完全改善 而且脸上的那些毛细孔一开始变小 所以我只能说喝了练美之后 我只有一个字就是爽 那喝了练美之后呢 我就开始对另外一种产品感觉很有兴趣 那就是一环球的另外一个主打产品 巧绿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因为巧绿得到了健康 然后更因为巧绿瘦了下来 那爱美的我呢 这些爱美的狗的一些的心动 想要去买来试试看 那我想要看一下巧绿在我这个身高170 那体重永远都维持在58公斤的人 会不会有什么改变 那我就买了一盒的巧绿来试试看 那我每一天都喝巧绿 有时候当早餐喝 有时候当晚餐喝 就是喝如果是当晚餐 吃了之后我还会再吃其他东西 那短短的时间内 我就看到我的体重真的瘦了下来 虽然只是1公斤 对很多人来讲说就是很小的数字 可是对我来说是很不同的感觉 是因为我的体重维持在58公斤 已经是很多年了 只能往上不会再往下 然后一直卡在那边 所以我当时看我的体重 真的开始下降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不可适应 那这个还不是让我觉得最惊讶的点 就是我从小到大最不喜欢喝水 我有时候会喝一天还喝少过1公升的水 所以呢我就会面对便秘的问题 有时候我会每一天都上厕所 可是有时候我会两到三天上厕所 完全都是不规律 那喝了就是开始喝巧绿之后呢 我就知道我除了要喝对营养 还要改变一下自己的饮水量 所以我也搭配巧绿喝了更多的水 那我便秘的问题再也没有出现了 就是我已经是每一天准时都会到厕所去报道 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如果当我用早餐 当我把早餐当成巧绿来用的时候 我发现我一整天的精神都会比较好 而且都比较有精神可以专注做我想做的东西 那我只能说我现在吃对产品了 就是不一样 那我非常感谢我的上集 推荐我这个这么棒的产品 那大家听完我的分享之后 有没有一点点的心动呢 那我就希望大家心动不心动 赶快马上立刻去买一盒来体验看看 正确的营养真的会在你身上说话 我选择对了 那我也希望你不要错过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